香港抗议中国大陆之间的矛盾升级 对水货客的不满越演越烈 元朗区反水货游行爆发激烈冲突 警方使用胡椒喷剂驱散人群 并逮捕了38人 上百名示威者响应香港民间激进团体号召 参与名为光复元朗的行动 抗议中国大陆水货客影响居民生活 不过当游行者来到港铁郎平站外时 却受到一些元朗居民阻止 两队人马互相辱骂要有警员分割 游行工程中有示威者声称被打 双方再度发生呼叫 爆发肢体冲突 警方使用胡椒喷剂 并将几名示威者压倒在地 至少一人在过程中受伤流血 被捕的38名男女 年龄建于13到74岁之间 终于未经许威者压倒在地 未经许威者压倒在地 中税压倒在地